第1军情作者 火火 据海外网5月7日报道,本周,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决定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。 继伊朗总统鲁哈尼6日表示,美国若决定退出该项协议,必将后悔不以后,法国总统马克龙也站出来,对特朗普发出警告,称退出伊核协议,空将导致战争来临。 马克龙日前对德国宁静周刊表示,若特朗普选择退出在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,战争或将随之而来,退出伊朗协议,我们将会打开潘多拉摩河,这可能意味着发生战争。 马克龙这样表示,不过,他也补充称,我不认为,特朗普想要一场战争,似乎认为美国并不会完全从这一协议中抽身离开。 马克龙的说法,可以看作是对美国的一个严厉警告,同时也算是一个逆耳中言。 而且,马克龙此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一点也不夸张,毕竟,以色列正在蠢蠢欲动,进行战前准备,而且,据信正在寻求美国支持,因此,美国是否撕毁伊核协议,将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。 而以色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所谓伊朗拥合的证据,那么,如果美国坚持撕毁伊核协议,从某种程度来说,基本相当于动物信号,与此同时,伊朗也正在进行最坏的准备。 当地时间6日,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,在过去40年里,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对措施,制造麻烦,但由于伊朗国家和制度的伟大,美国并没有得逞。 这次美国又在犯错误,如果美国采取行动,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话,这一行动将带来历史性的遗憾,我们必须认清,下一周伊朗人的生活,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 对于特朗普即将采取的任何行动,我们都有反制方案,从鲁哈尼的相关言论可以看出,其对于美国可能单方面撕毁协议的准备非常充分,并且给出了一种非常消极的结论。 考虑到美伊的一贯敌对,伊朗方面自然不敢掉以轻心,同时,可以肯定的是,如果美国一意孤行,伊朗方面一定会做出强烈反应。 客观而言,尽管马克龙积极劝谏,英国、德国也表明了立场,俄罗斯更是强烈反对,但这次特朗普可能已经下定决心,再次和伊朗撕破脸。 对于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而言,表面看起来属于战略收缩,但在具体事务上,更多的反而是损人不利己,为了美国利益连盟友都不放过,更何况伊朗这样一个苏敌呢? 因此,5月12号,大概率会传来一个坏消息,而需要强调的是,伊核协议有联合国的授权,这次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,将付出比较严重的代价,进一步损害其国际信誉。 同时,对伊朗乃至中东的和平稳定,都将带来严重伤害,面对盟友的劝阻,国际社会的反对,美国在坚持霸权主义,单边主义的错误道路上,究竟还要一路狂奔多久? 没人说得清楚,但有一点是确定的,那就是美国一定会自食苦果。 再二,一世纪的今天,合作共赢已成为主流,美国还是要懂得收敛,而不是任性妄为。 不然,必将被整个国际社会孤立,届时只会追悔莫及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。